这会儿刚从春晚舞台下来感受怎么样 感觉非常的兴奋 因为春晚这样的舞台连续上了三次 非常的开心非常的荣幸 你们是什么时候收到那个春晚邀请 前些时候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公司跟我说收到邀请 所以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心情就觉得特别荣幸 因为能第三年连续上春晚 会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就是相似以前会不会更同盟 会有一点点吧 因为前两年其实慢慢慢慢的 就会觉得第三年会更加的 没有那么的紧张 反而更加的去 感觉是跟观众拜年的感觉 对 我其实觉得更加开心 更加荣幸 因为其实连续登上春晚舞台三年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今年感觉更加放松 更加从容 就是更加活跃的向全国观众拜年了 我感觉是就更加开心 然后更亲切 然后能在舞台上面更加享受 像这一次你们唱的这首歌是 我和2030有个约吧 对于这个这首歌 你有什么体会吗 对 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对未来的一个憧憬 其实也是非常青春 也是说我们这一代呢 也会向未来不断努力去奋发 也是非常的有意义的一首歌 对 其实说到2035年 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三十多岁了 那个时候就是年纪大了 就是年纪比现在更大了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也成为了社会的中间的一份力量 其实就是向未来的一个展望 也是期待能在那个时候发挥 对国家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这首歌也就是表达了我们这一代人 然后对未来的一个 努力奋斗的一个目标的期望 然后希望能对国家做出贡献 那从你们个人角度来讲的话 你们会畅想自己的2035年是一个什么样的吗 那时候你们能够是在干什么呢 2035年 就肯定会有自己的事情了嘛 就肯定是不只是在事业上的事情 更可能在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对啊 想得好 就是说不定到时候演戏的时候 都可以演别人父亲了 对就有可能啊有可能 对就挺奇妙的 我其实还觉得挺好的 到时候就是跟着年纪的成长 在各方面都有进步 那希望自己演技也有好的提升 所以不害怕 就是 可能在自己更喜欢的领域上面 能有更好的探索发展 有没有一种幻想 就是想过如果 未来 因为未来谁就说不好 如果想不做这个 你会想做什么 就是2035年 嗯 那 再说吧 确实也想不到 我还想搞餐饮 餐饮 对对对 一个餐饮行业 这个什么餐饮 火锅 对对对 对对对 你很喜欢吃 对对对对 嗯 那先起来吧 就是 比较稳定 但是 并没有 反正就是比较稳定的工作 你是喜欢比较稳定的工作吗 然后 反正 每天非常稳定 然后三点一见 然后这种 比较 平常的这种日子 因为现在比较忙 所以很想要一个这样的日子 让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 嗯 就是想体验一下 有这个想法 那你可以考虎玩试试 哈哈哈哈 好嘞 嗯 春晚结束之后 你们有什么安排吗 一会儿是不是大家就要回家了 对对对 嗯 对了 回家跟父母团聚 然后接着看下面的春晚 嗯 对 回家 我们都要回家了 是的 嗯 因为因为连续几年上春晚 其实就是都没有能回家 你吃个好好吃个饭啊 那今年回一会儿 有什么安排吗 今年春晚 春晚吗 还是春节 春节的安排 今年春节怕是回不去 因为要在剧组拍戏 嗯 我还蛮好有一个小假 可以和家人多待一会儿 有打算去干一点 想出去玩 但感觉春节哪儿人都挺多的 所以就不知道去哪儿 不知道去哪儿 那就是春晚结束之后 回家跟爸妈吃个饭 然后休息天 然后也是第二天回去组 你也是第二天回去组了 对 那会不会觉得很适合 我的家人 嗯 我家人在 在外地旅游 你还潇洒呢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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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